今天要有開箱 遲到的開箱尾 這個充電器我買很久了 它是可以充謙虛電池的充電器 然後牌子是麻新的 然後它這個有一個保護裝置 就是它短路啊 它短路不會 它短路的話它有一個保護電路 那 這樣子好了 好 然後我用 這邊金屬 好這邊金屬敲擊到它 它有一個短路的保護裝置 像 接到的跟鐵桿也是一樣 它有一個短路的保護裝置 那 還有的就是 好 先看一下 一般來說 充電要先接正 呃 正接正 紅色嘛 紅色是正極 接到正的 那這個就是負極 黑色就要接到負的 黑色就要接到負的 那 如果有反接 反接 反接 好 那充電器不會有反應 那也沒有顯示在充電中 對 那你反接它有自己的保護裝置 對 好 然後再來是 調檔位 這顆黑色的按鈕是在調檔位用的 那 好 那 現在看 如果是閃爍的話 就是 比較快的充電 那 如果是很亮的話 就是大電鈕在充電 那如果不亮的話 就是用小電鈕在充電 對 它有三個檔位 對 那可以依據電瓶的大小啊 來調調整 那 這個地方是它的 電流表 那我 這一顆是一顆 機車的電池 10號的 那 我現在來 示範一下充電 那 我覺得慢慢充就可以了 因為我時間也不敢 那 一樣 那這邊就是 正接到正了 副接到 副接到副的 然後可以看到 指針有 跳起來 那 進行充電鐘 對 那這樣就可以了 那充電完成後 充電完成的 燈會亮起來 對 那這樣電池就充電完畢了 對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了 了